政府早前宣布開展香港夜奔分活動 而發展局都會聯同不同的機構 在灣仔、堅尼地城碑路寨灣 以及觀塘三的海賓場地 舉行一系列的精彩活動 主題包括香港的懷舊特色、商店共融、文藝創作等等 到時都會有街頭表演 以及一些本地食品和手工藝品的攤位 以上這些活動全部都是免費入場的 維多利亞港是香港的獨有品牌 而晚上的維港更是世界公認的三大夜景之一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到 維港海賓是很歡迎創新實驗的地方 很多的海賓場地一直嘗試突破固有的框架 例如營造水上舞台、沒有欄杆的設計 鼓勵親水體驗等等 希望無論日夜都可以吸引到不同的活動 為海賓帶來活力 這個中秋和國慶假期的長周末 三個海賓場地都有活動舉行 我們邀請了三個聯辦機構 介紹一下活動的構思、特色和重點環節 我們堅龍舖是位於堅尼地城、悲露宅灣 海賓長廊的一個都市農場 我們主要的工作是提供一些教育和社區服務 我們今次堅龍中秋夜市 在中秋和國慶假期一連四日舉行 今次主要包括兩部份 一部份是Kmarket 另一部份是Kfest Kmarket我們會有60個攤檔 主要會有小食攤檔、產品 另外我們會有免費的手作工作坊 會有攤檔遊戲 另外我們也特別邀請了NGO 他們會來拍月餅、玩具 也會有一些月位按摩 至於Kfest部分 我們會邀請了本地的樂隊 來這裡和我們表演不同風格的音樂 其實我們這裡一向都有攪事集 不過今次比較特別就是 我們可以免租給他們 一來就可以支持本地的商戶 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鼓勵一些 其他人士在這裡擺攤檔和試試創業 今次香港商業共同網絡 藝術會和發展局 一起在灣仔海賓一帶 搞了一個海賓藝遊坊這個活動 聯同很多不同的商家 例如提供熟食和一些手信 希望可以帶多些香港獨特的特產產品 給香港市民和海外遊客 我們香港商業共同網絡 一起去搞灣仔海賓 其實原意就是 希望可以提供一個好的平台 給一些商業人士去表演 表演給我們香港港大市民和海外遊客 其實我們香港是一個共同的社會 我們應該提供多些機會給商業人士 去欣賞他們的才華 我們今次藝術會舉辦了一個特色香港 United Hong Kong的藝術展覽 今次特色香港特別邀請到不同的藝術 我們是香港藝術民間有限公司 負責經營觀塘海賓發現號三個場地 今次的主題是青年藝術節 Clossover這個中秋觀光市集 其實在這個市集裡面 除了在橋底下 我們會有這個光影的投射之外 我們同時也會在台上 有不同的街頭表演 同時也會有不同的攤位 給大家有少少的光影體驗 我們希望九龍市民 可以在中秋節的晚上和國慶假期 一起在這個地方聚一聚 我們亦都透過提供不同的免費當攤 給不同的人士去擺檔 令到不同的品牌都可以聚在這裡 和公眾人士一起共享一個很漂亮的光影漫長 我們希望這系列的活動 令大家可以欣賞到美麗的維港景色 以及感受到海賓的朝氣和獨特性 三個海賓場地在未來兩個月 會陸續舉行一連串的精彩活動 大家記住密切留意發展局的網頁 讓家人和朋友參與海賓的活動